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 我知道现在有越来越多家长啊 发现黏土这个媒材 是很适合让小朋友操作的 例如呢他们在捏缩的过程中 就可以训练他们手指的肌肉能力 还有就是混颜色的时候 可以发现色彩的变化 那当他们在捏一个形体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练习到造型的能力 所以黏土真的是好处多多 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 就会想要买黏土 让小朋友在家里玩 可是呢面对文具店里 有各种不同种类的黏土 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然后也会怕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那可能也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什么样子的年龄 适合玩什么样子的黏土 我今天就想要来开箱 不同种类的黏土 介绍它的特性 怎么样黏合 然后怎么样保存 还有就是适合什么样子 年龄的小朋友玩 那我们就出发去文具店看看吧 哈啰 我现在在文具店的黏土区 这里有各式琳琅满目的黏土 哇 这时候若是有选择障碍的人 应该也是挺辛苦的吧 你们看 这黏土的颜色 小女生肯定会爱死的啊 那我就先买个基本款颜色 海色油土来包 买 买 好土 买 诶 是小蚊子耶 我的好朋友 造版的好朋友买 采购完毕 回去开箱吧 我们所有的黏土都买回来了 现在来看看每一种黏土 它的 延展性 特性 联合方式 作品保存方式 和适合的年龄吧 第一个 纸黏土 看看它的延展性和柔软度 有一点硬 不过这适当的硬度 是可以让小朋友在操作的过程中 有助于他们手指的肌肉发展哦 纸黏土的特性 纸黏土在捏束的过程中 因为接触空气 所以越柔捏 土会越干 容易均裂 不过可以适度的加水 让黏土软化 白色的纸黏土 可以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做纸黏土 手会变成像这样子 白白的 可以鼓励孩子 作品完成之后 再一起洗手 或者可以准备一条湿抹布 让他手在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擦擦手用的 纸黏土的黏合方式 纸黏土必须要靠白胶来黏合哦 纸黏土 它本身重量比较重一点 所以当如果要黏合在旁边的时候 涂上白胶 它就容易滑下来 这时候就可以准备压签 作为黏土间的固定 这样就比较不会滑下来咯 纸黏土的作品保存方式 纸黏土在上完颜色 也完全干燥了以后 需要将整个作品 喷上一层透明的亮光漆 喷上亮光漆之后呢 有些许的防水功能 这样颜色就比较不容易掉色哦 第二个 油土 来看看它的圆展性和柔软度 好硬 这是在施工吗 不要怀疑 这就是油土 油土的特性 油土就不用担心 它会干掉或硬掉的问题咯 因为它是不会干硬的 刚开始揉捏的时候 会觉得很硬 但是只要多给它一些爱 它就会变得柔软咯 在揉捏的过程中 因为手有温度 所以越揉捏 油土就会越柔软 在用油土的时候 手会比较容易油油的 而且油土比较容易卡在指甲里面 所以做完以后 就要用肥皂多清洗几次就可以咯 油土的粘合方式 油土的连接非常的方便 只要把粘土跟粘土 这样结合起来 接着就要用我们的 大母根 只要在粘土和粘土之间 用大母根把接缝的地方接起来 这样子就会比较牢固咯 油土的重量也是比较重 所以呢 如果粘土用的比较大块的话 也可以用牙签 作为粘土和粘土之间的支撑固定 油土作品的保存方式 只要将作品放置在手不容易碰到 和不容易掉落的地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会干硬 所以不小心掉下来的话 就会 变形啦 不过这是它的缺点 也是它的优点哦 因为这样子 油土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使用 当遇到做的不满意的时候 只要重新塑形 这样就可以啦 第三个 淘土的延展性和柔软度 蛮柔软的耶 但是会有点粘手 淘土的特性 淘土在接触空气久了之后呢 它除了会均裂 还会断裂哦 保持它柔软度的方法 可以适度的加一些水 或者是还没有用到的时候 可以盖上一条湿抹布 保持它的柔软度哦 在玩淘土的过程中呢 就会觉得手很像在玩泥巴 那如果水加太多的话 就会像在玩 烂泥巴 淘土的粘合方式 淘土要靠泥浆来粘合 那泥浆怎么取得呢 非常简单 就是用水 加入一点淘土 搅拌让淘土化掉 就很像泥巴一样 就是泥浆啦 如果在操作的过程中 有干裂的地方 这时候也可以用泥浆来敷上一层 作为修复干裂的部分哦 淘土做平的保存方式 淘土做完的成品 是需要送到窑去烧烤的 不然干燥以后 就很容易干裂或者是断裂哦 第四个 超清粘土的延展性和柔软度 超级柔软 延展性也超好的 好像起司一样啊 超清粘土的特性 超清粘土很柔软 在操作的过程中很好去塑形 也可以做出很精细的东西 我觉得啊 在捏束的过程中非常的疗愈 有优点也有缺点 就是因为太好揉捏 所以小朋友很容易把粘土 一大坨一大坨的颜色 和在一起 就会变成一大坨同一种颜色 所以建议家长 在给小朋友玩的时候 可以把一些颜色分一些出来 不然看到最后是一大坨同一个颜色 应该会很欲哭无泪吧 超清粘土的粘合方式 超清粘土的粘合方式最方便啦 就是将粘土和粘土直接结合起来 就可以咯 如果发现不是那么好粘合的话 有可能粘土的表面已经有一点干了 只要在粘合的地方沾一点水 让粘土软化 这样子就可以粘合了哦 但是因为超清粘土非常的柔软 所以在粘合的时候 小朋友很容易因为力道控制不好 而把先前做好的造型给捏坏了 所以在粘合的时候就需要小心 也需要耐心了 超清粘土的作品保存方式 超清粘土在作品完成后 只需要自然阴干就可以咯 接下来呢 我们就总结出上述的各种粘土的优缺点 然后说出我认为他们的适合年龄 像这个子粘土就很适合 5岁以上的小朋友玩 因为它有一点重 然后又有一点硬度 所以小朋友在揉捏的过程中呢 是需要有一些力道的 那他们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呢 如果做的太小 就要考虑到会不会断裂的问题 如果做的太大太厚重 就要用到牙签去做支撑固定 如果他们想要上色的话呢 就要了解水彩的使用方式 所以在过程中呢 是比较复杂 那如果是给5岁以上的小朋友玩呢 他们做完以后 还可以请他们自己去收拾和清理 不过现在文具店也有卖这种 彩色的紫粘土 如果小朋友要做的对象物是比较大型 然后比较厚重的话 也可以考虑到这种彩色的紫粘土 就比较不会把家里用的太过凌乱 油土就适合给6岁以上的小朋友玩 因为它的硬度 比其他的粘土要来的硬很多 所以小朋友就会花更多的力气和时间 去让这个油土软化 如果只是利用油土 让小朋友去玩压磨的话 那这样6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尝试看看 但是如果是要做出一个完整的对象物的话 建议是6岁以上的小朋友会比较适合 它干了以后要送到窑去烧烤 不过现在文具店也有卖一些改良后的陶土 就是免烧陶土或者是可以在家里用烤箱就可以烧烤作品的 所以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包装上面的标示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超青黏土 超青黏土适合的年龄3岁以上 如果是在家里让小朋友玩的话 我觉得超青黏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非常的柔软 延展性也很好 很好清理 也很好收纳 然后他们作品完成以后呢 也非常好保存 不过现在文具店有卖很多种不同牌子的超青黏土 如果发现有些牌子的超青黏土会比较粘手的话 家长可以准备凡士林或者是一些乳液 让小朋友抹一些在手上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粘手了 而且啊超青黏土 无论是小朋友要做比较大型一点的对象物 或者是比较精细一点的地方 都还蛮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超青黏土在家里使用起来是还蛮方便的 不过以上各种黏土所适合年龄层的建议 都是以我个人教学经验做分享 实际情况呢 还是要看每一个小朋友不同的状况 例如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比较早熟 或者是他对某一个媒材特别的感兴趣 又或者是呢 刚才有说到纸黏土和油土比较硬 但是如果是为了刺激他们的手部肌肉发展 适度的让他们玩一些硬一点的黏土 也是很有帮助的哦 那今天各种黏土的开箱就分享到这里啰 最后呢 我有用超青黏土制作一个小小的企鹅动画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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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得了 快去吧 啊哈 哇 呼呼呼呼呼呼